《花蓉》是由居靖一、郭俊臣、刘东沁等主演的轻古风仙侠剧 讲述了女主魏芝与男主颜月历经三世聂恋 中破除凤凰涅槃将毁灭三界的浩劫宿命 携手改写天道的仙侠故事 《花蓉》正在热播 在最新剧情中 魏芝的凤凰身份彻底暴露 魏灵月被花蓉艳明真身 才知道她原来是低贱的孔雀 魏灵月还以为自己才是真凤 更没想到魏芝才是真正的凤凰 魏灵月更是恨透了魏芝 然而魏芝为了就被魔尊重伤的师尊炎月 暴露了凤凰真身 如今魏芝成为三界众矢之之地 有人想要杀魏芝 而有的人只想好好保护她 魏芝凤凰身份暴露 有三人想要除掉凤凰 天地是始作俑者 第一个想杀魏芝的人就是魏灵月 魏灵月本来就恨魏芝抢走了师尊炎月 如今就连凤凰的身份也被魏芝抢走了 魏灵月肯定对魏芝恨之入骨 想除之而后快 彻底取代魏芝 第二个想杀魏芝的人就是炎月 炎月本是天地之子赤日神君 下凡为了寻找凤凰 没想到这一世 炎月和魏芝两人又要相爱相杀 魏芝每一世都被赤日神君所杀 两人注定不得善终 第三个想杀魏芝的人就是天地 天地才是这一切的始作俑者 魏芝凤凰血脉觉醒 是世间最强的存在 已经威胁到了天地的地位 所以故意散播凤凰涅槃毁灭三界的谣言 利用儿子炎月除掉凤凰 好自己稳坐天地之位 一统三界 总而言之 魏芝凤凰身份暴露 这三个人想除掉魏芝 天地才是最大的伪君子 就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 就想除掉凤凰 虽然天地才是始作俑者 但伤害魏芝最深的还是炎月 好在这一世炎月没有被天地利用 为了保护魏芝反抗天地 魏芝和炎月的三生三世真是念 希望两人有一个圆满的结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